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振动世界。 外媒、美俄或爆发代理人战争 环球时报驻美国、埃及、德国记者、李勇、黄培昭、青木、陈一、柳玉鹏、全球地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日用这样的标题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,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给全球带来的震动 在世界上,除了伊朗的斯迪沙特和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外,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一片反对声,就连美国的欧洲盟友也一致表示遗憾 目前,伊朗仍理智地表示,将与伊核协议其他各方磋商并暂时留在协议中 在美国国内,在任期间力促达成伊核协议的前总统欧巴马警告称,这一举动或将使世界面临下一场中东战争 特朗普8日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说,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,并对其实施最严厉的制裁 特朗普在讲话中嘲笑伊核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协议 他称,伊核协议对伊朗发展核项目的限制很弱,却令伊朗免于制裁 此外,协议把钱给了恐怖主义主要的支持者伊朗 特朗普特别强调,今天的行动给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,美国不再制造空洞的威胁 当我做出承诺的时候,我就兑现他们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,刚上任不久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,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解释特朗普的决定 博尔顿说,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,原本已经暂停的对伊朗制裁立刻生效 世界各国公司都不准再与伊朗签订新合约,而正在履行的旧合约也将是个案情况,必须在90天或180天之内逐步废除 美国财政部当天表示,已开始实施对伊制裁决定 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,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于2%,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到每桶76.75美元,创下三年半新高 彭博社称,油价近期内可能会至少涨至每桶90美元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令波音、空客等多家与伊朗签有协议的各大公司担忧 特朗普在世界舞台上进一步孤立了自己,特朗普迄今为止最愚蠢的决定 美国媒体当天纷纷看出这样的大标题表示对特朗普辞举的反对 纽约时报大骂特朗普就是一个,导弹球 文章称,特朗普辞举除了会引起中东局势动荡外,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对方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,美国单方面废除一项国际协议,会破坏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可靠和责任心的看法 报道称,接下来我们肯定会面临比今天糟糕的多的情况 当混乱变成现实,特朗普肯定会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,但事实上只有一个人该对此负责,特朗普就是一个,导弹球 危险的游戏,德国柏林日报九日称,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后会发生什么,这是人人都在问的问题 特朗普的决定是高风险的实验,给中东埋下一颗定时炸弹,让中东和世界更加危险,相关国家加紧军备竞赛 美俄之间会爆发代理人战争,欧洲难民危机又将回来,美国也会受到恐怖主义威胁 俄新王九日引述议员普什科夫的话称,特朗普重回布希时期对待伊朗的政策 最近二十年来,每个美国总统都发动过至少一场战争,特朗普可能也准备对伊朗发动战争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称,特朗普将作为一个一再将世界推到战争边缘的人物而载入史册 明镇统ffer 明镇与点点栏目 明镇 arbit收ima 明镇与点 defic Rate小心